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就是见我觉知 这不是纠结吗 你看见啥了 听见啥了 体验到啥了 其实你那个心现在不就是个六根吗 你靠见我觉知生起一些心念吗 是吧 你看见啥了 反应吗 这不是心吗 你看听见啥了 反应吗 对吧 因为会紧张 你还无处不在呢 你无处不在 你在我这个杯子里 你给咱移动一下这个杯子 所以你还没有误真心 没有找到那个无处不在那个东西 因为你还没有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无处不在 你头脑就说无处不在 这样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没找到 无处跟这样是一样的 你还晃来晃去的 无处你有大小啊 你有无处还有使空间感啊 你还有空间啊 无处是很大的 那你还心不在你的身体上 你在头脑里边傲游 在太空里边 无处哗这么大 当下哗又收回来了 这不大小的分别吗 你在脑子里不断的分别 其实当下就是无处 知道吧 你这个六根就是无处不在 你无处不在就是从头到你脚 宇宙银河系三切大切 就是从你的头到脚 就那么大 破了大小的分别以后 就是那么大 知道吧 你就沉到了 然后所以你的每个毛孔 你可以借三切大切四切 成有这种境界 那杨军老师有一次我打坐 你着想 有一次我打坐的时候 就好像看到那个天边 刚才说可大可小 小的时候就特别微 然后大就没边 然后我就手扒着那个 就好这是宇宙边 就扒着宇宙边 别这样想 宇宙没边 是没边呢 我这个打坐的时候 我想咱们翻也翻不过去呢 后来我想 我有一个空间 就是我有一个时空 那时空就是我吧 对都是你 就是有个我 对有你才有那个无量 就像你现在说 无量无边 你的心跑到银河系了 跑到银河系那么大了 那就是你 知道吧 那就是你的妄想 然后呢 有个你 然后呢 你的妄想那么大 然后那么大是什么 就是你一个念头 你不现在 如果我看你 就是坐在灯上 动了个念头 然后想想你那么大 无处不在那么大 你就是个一念 一个妄念 你就是 无量无边的时空 就是你一个妄念 小小的时空 当下也是你的一个妄念 所以时间空间是个假象 全在你的妄念里晃动 你停下你那个妄念了 你才看清楚 无处不在 跟当下有什么区别 你才知道 你跟三切大切世界 是一样的 有啥区别 你怎么会 找那些三切大切世界 而且你想多大就多大 你可以去太阳系 你可以去银河系 你想大就小 想小就小 你才生肚变化才来 必须破的大小空间 这些都要放 这都是定想 这么人力的头脑 都有自己人力 认知的像 破了我就破了空间 时空 我是啥 我是一切想 你现在 就像他认为 我是一切无处不在的话 那都破无处不在 那破一切想 你怎么破呢 破大小啊 破时空啊 破生 如果你在正的 生死易如 你能易如吗 生命解脱了 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 是寿命啊 生的死是一样的 你看清楚了吗 你要正完生命 这就是灭排境界 生死易如 你能易如吗 这一定要正得的 就一层一层往过正 你破完像肯定是这样嘛 生是个像 灭也是个像啊 是你头脑来认为 这就叫灭了 你看不见了 你见过 感觉不到他了 是不是灭了他 他死了吗 你觉得 然后他来了 你摸到他了 他活着 还是热的 这不是活着嘛 这叫生相 那叫灭相 是吧 你全在你的头脑 人的生命 所有三切大切世界的 成就换过 全是你一念无灭导致的 你是如来 你不起来一念无灭 你本来 住在空性里边 如如不动 无所不能 无处不在 圆绝啊 你就是如来的境界 众生全在自己的 种种妄念里边 折腾 我们都在有这样一个时空的妄念 所以我们才看到这样的一个时空 才出现了这样的时空 这叫共演 共演导致的这个空间 所以但是要修正圆满 不断地修正圆满 圆满你才真的 真的能整到生死易如 生灭 生死易如 刚开始转气慢的话 就是说让自己静下来 没有那么分足 或者就是 气慢整个修通 如果以佛的第一地 就我刚才说 你静下来等 它自然会转的 你加个意念去转 其实是多次一举 你越加意念转 你越在境界里 绕来绕去 对吧 你越慢 最高级点就是 啥也不干 坐在那啥也不干 就是心不要干 心啥也不干 不是说你是 不干活 啥也不干 不是说我的饭不吃了 我工作也不工作 是你的心能不能停下来 忘心能不能停下来 因为你所有的这些 都是你的忘年跟忘心 其实我们是 很多人说 我这个心不干 我不能干活了 或者是什么 你目来真影 过去不留 无所住生其心 这不是 都是干活的 其实你说 你一直在用你那个心做事 你那个心也不是 它那个心是假心 假心就不断地生命 你也留不住 你那个假心怎么能留住呢 假的 它一直在流动 移动 那我们那个真心 真心破 假的消失了 真的就出来了 没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心 我告诉你 破坏所有项 真的就在那 你管它是啥 你不要去寻找一个无处不在的心 在一个树叶上 在一朵花里面寻找如来 那你就找着那 所以一花一世界 我看着那朵花 一定要找到个如来 找到个世界 是破坏所有项 直接如来 弱解诸项分项 直接如来 不是吗 是你心里别破了 所以也就是一切项 对你没有定项了 分项 你不是定项吗 都是定项吗 构近三岸 没从高低 大小 时空 前和过去 未来这些都不是项吗 这都是你的定义的认知吗 凡是你能定义认知的 全是项 凡是在生命里边的 都是假项 它能生生面面移动的 变化的 都是假项 你不被这些假项 影响的时候 你的真的你就在那里 入入不动 你如果被他们影响 你就在无名之中 你不被他们影响 你就在智慧之中 就这么简单 你在智慧之中 那就是无处不在的你 圆满的智慧 那就看悟了 你只要看悟了 成到直日可待 慢慢的 清白觉悟退转 需要时间的 需要一点时间 就是风说不在 其力未充 你慢慢长大就行了 你不要被假项影响 真的就在那 这就是说 觉者为佛 弥者为众生 你被假项影响 那不是个众生 你不被假项影响 但是我们说 没办法 老师我啥也不知道 我还是被假项影响 我今天很烦 我很难受 我也很痛 我腿也疼 胳膊也疼 我睡也睡不着 那就是你已经被假项影响了 而且无法解脱 活在痛苦里 好 修法门 没办法 法门就是对着你 在已患自患 你那些假心 你觉得你解脱不了 你说我不怕痛苦 但是我一直活在痛苦里 我想变得能不能快快乐乐修 可以啊 修法门 说法门修什么法门 法门无量啊 甚至就是说跳舞唱歌也是啊 到时只要你对着你那个烦 是吧 说我什么法门都做了 我还是烦 那是夜暴啊 你所有的法门都是了 你还是在哭海里边 我抱手了嘛 恶抱手嘛 去超度去忏悔啊 是吧 瞧不过来嘛 或者我的 你的认知一直没改啊 你要一直痛苦 你那执着那一点一直没改啊 就是一直在那一点上你纠结啊 就是比如说你为这个杯子的失去痛苦 那么一直在这一块你没开悟 你觉得你开悟了 其实没有 你肯定在那里边着了相 执着了 比如情是什么 欲是什么 病是什么 着病相 生死是什么 死是什么 活是什么 这些 你肯定着了 你就已经把那个相 变成病相了 就是说在你心中 它就是那样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我们俩 就像婆婆跟媳妇啊 经常在一个家里边 吵架吵吵吵吵吵 在我心中我就 嗯 可能我是婆婆啊 这个媳妇可坏了 觉得这个媳妇可邪恶了 然后呢 把这个媳妇 她见我觉知到的 认知到的这个媳妇的恶 因为这个媳妇 在别人地方挺好的 但是对她就改个吵嘛 肯定是什么话也骂嘛 把她这个恶相 就装在自己的心里了 一想起来就打嗝 一想起来 气得要死 这就是她 然后呢 她就在一回忆起来 这个媳妇 她就难受 就是说这个相处很难 为什么 她认为这个媳妇就是恶的 她有个定向 就是认为 她定义了这个媳妇 因为她把 她以前对她 哼哼的那种样子 装进来 然后呢 她就定义这个媳妇 就是这个样子 她就是邪恶的 或者是什么 这样她就 走不出这个媳妇的影响 你知道吗 这个媳妇 就算是和她分开了 走到天下海角 她一想到媳妇 还是气得不行 她要破的是什么 除了吃蔬干丸 健脾丸 以外吃 吃药以外 媳妇是没有定向的 知道吧 她可能对有些人赛 对有些人饿 那对我饿 肯定是我的话语 我做的行为 触动了她的饿 那么我 我去解讨一下 我哪些话说错了 我哪些都会 跟媳妇聊一聊 如果说 哎呀 我也做得很到位了 我 解释我一切事也没做错 但是媳妇一看 我就想咬我一口丝的 那是不是上辈子我欺验她的 哎 这就是可能是宁愿受了 如果这个媳妇对所有人都很好 就对你不好的话 除了 如果除了你 你做得很好了的 那可能是宁愿 因为如果这个媳妇对所有人都很差 那就是 她就是性格有问题 这个这个人有问题 那那除了我们自身的 那个 儿子就要说一说了 你这个对媳妇要教育教育 这媳妇怎么这样子做人做事呢 是吧 那大家就教育嘛 不教育 大家肯定迟早 时间久了就离婚了 是吧 握不下去 就是如果是数月 可能有二月 我们也可以忏悔啊 休息 东西放 去放生啊 或者去做一些事 或者媳妇对婆婆有要求 就是你找到那个点 如果是媳妇说 也没有 没有女儿 但是这个媳妇呢 她肯定嫁过来 对婆婆可能在某点上有一个要求 她有要求你就去找到那个点 把那个点一解决 就是媳妇有期望嘛 因为婆婆会像她妈妈也爱她嘛 因为她是娇生怪养 她认为婆婆肯定就像她妈 她对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她妈永远是应该爱她的 怎么怎么 她对婆婆也有那种期望 到她发现 跟妈妈的相同不一样的时候 她就对婆婆失望 她就开始恨婆婆 其实她是把婆婆放在了一个圣人的位置 或者上帝的位置等等 对婆婆要求的太高 因为妈妈的爱是无私的 永远是孩子 永远长多大都是孩子 而且是无私的 但婆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是吧 那有时候肯定婆婆也要要求她嘛 你要求婆婆 婆婆也在要求你 所以 但是媳妇进来 一般都是把婆婆放在父母的位置上 那她就跟家里的父母要比 这个时候 那肯定有血缘跟没血缘是差 她就 其实是媳妇对婆婆要求太高了 但是婆婆也会 要求一个进来的人 说媳妇应该是什么 其实这都是定义 每个媳妇切插外边 怎么能 媳妇应该是什么样 是吧 媳妇可能有的活泼 有的弱小一点 有的强壮一点 有的扭汗子一点 有的洒脱一点 有的另向一点等等 不爱说话 那肯定不是定义 媳妇应该就怎么样 不是定乡 所以 其实她家的问题都出现在 很多定义在里边 你直接在脑子里形成了很多定义 对所有人其实都是 是啊 这个其实是自己 这就像 这就像我病啊 我住医院 我不舒服嘛 就是说我以前住医院啊 什么很难受啊 这样 那我的亲人 可能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的病 就露到他们的身心世界 然后呢 她就 她就很执着的时候 就是觉得 哇 老师那个肺就是那样的 那就叫定乡 然后呢 她就露在她的身心世界 然后她一直背着我的病 在行走 比如我父母啊 学弟子妹啊 她可能就 很担心我 因为担心 所以因为爱有个担心啊 所以她其实是 当我病了的时候 她是背着我的病在走呢 其实这个是 就是说病是没有定乡的 就是 什么是健康 是吧 就是健康到什么时候 我们到 比如说 我们18岁的时候 我们的器官叫健康 是吧 当我们60岁的时候 我们假如我们的器官都没有病 那我们也叫健康 但是60岁的时候 跟18岁的时候比 你还是衰老了嘛 你的气 脏气啊 可能有 那算不算 60岁比18岁 你就算病了 虽然没有得绝 你也在摔了 100岁的时候 又比60岁又摔了 其实你的灵界在使用 肯定要有出点问题嘛 我们何必耿耿于怀 把这些路进去 我们跟修嘛 修不好就修不好呗 我们怕什么修不好 生死 在佛学里 都最后生死不易 如生命像破掉的话 怎么可能路上病相呢 就是你就有了定相了 对很多情啊 悦啊 很多都是这样 认知自己是什么样 尤其对自己的定义 这个更恐怖 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嗯 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在你的系统里 你就像个电脑 录像很多认知之间 然后你背着那些之间 在行走 把全世界的负面信息 都录到自己的 然后背着全世界的 负面信息在行走 你就像个录像机 就是就像一个光柱 所有的东西都录进来 有的不是你做的 但是你把人家录进来 然后呢 你背着那些认知在行走 就形成你的压力 这个都是在金刚经里面 你早相 都叫早相 你的定义都叫早相 对 为什么你就 你就解脱 你就认为这就是白杯子 因为你没有解脱的之间 你不是站在一个解脱的之间上 看问题的 说诸相非相的这个借地上 你说白的就是白的 黑的就是黑的 你站在一个定相的 定相的 外法有我 有外法这样一个定相的基础 只要看世界的时候 你就被轮转了 你就被骗了 因为诸相非相 没有定相 所以你就解脱了 你就不会本能的路径那些东西 就是最好的屏障 你在这个世界形成 了解这一点 外法没定相 包括自己 我们是无形无相的 此刻你就是全新的 他就是全新的 每时每刻都在变 全新的到最后也是个定相 停下来享受每一个当下才是 对的 每一个当下都没事安静 安静静地去生活 我们都在折腾 出来不好好活着 其实修习也是个折腾 不过是在佛的政治家下 折腾就能折腾出解脱道来 就解脱了 你要没佛的政治家 能够真是折腾 修习也是 你本来是折腾啥 你修了啥 但是呢 你必须在佛的之间下 把这些幻境 慢慢从这些幻境之间清醒过来 这就是解脱 依止佛法解脱 不了解佛说啥之间 你能不能够吓着他 你说打坐 打20个小时有啥意义 就是会折腾呗 你没有佛的政治家 你不知道在做什么 你就是折腾盘得好呗 你说坐完了 活活成成睡觉了 有啥意义吗 没什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